大家好,我是红杨 今天我们来做汤面蒸饺吃 首先大碗中倒入400克的面粉 加入2克的精盐 然后呢,一半用110毫升的开水烫面 另一半用120毫升的冷水搅拌均匀 全部搅成面絮状 再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放到一旁饧面 这是年前买的马肉馅儿 我们呢,先分次往里搅入清水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马肉馅儿搅好后呢,放到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韭菜的根部切掉 再把韭菜切碎 切好后,装到大碗中 加入适量的油 这样呢,可以锁住韭菜中的水分 然后呢,把韭菜倒进马肉馅儿中 依次加入适量的精盐 十三香 鸡精 蚝油 料酒 生抽 然后搅拌均匀备用 面形好后,放到面板上直接搓长 揪成相等的小剂子 做蒸脚的剂子呢,要稍微大一些 剂子全部揪好后,揉圆再按平 扣上保鲜膜,以免风干 然后擀成饺子皮 接下来取一个饺子皮,开始煲饺子 饺子全部煲好后,蒸地上抹油 以免蒸锅 然后呢,放上饺子 大火烧开后,转中火,蒸15分钟 时间到后,开锅 我们的汤面大蒸饺就做好了 皮儿浸荡,馅儿鲜香 而且呢,馅儿一舀直出汤 特别特别的好吃 有时间你也试试吧